嘿,大家好,我是Brownson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呢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一种利器 它可以使旧的充电宝满血复活 这就是电池专用的点焊机 家里有这样一个设备呢 确实是非常实用和方便的 收到货的时候呢,箱子有点残破 好在机器呢,本身没有问题 下面呢,我们就看看箱子里边都有哪些东西 这个塑料袋子里边呢,装着这个点焊机的红针 和一些小工具 下面呢,我就把这点焊机从这箱子里边拿出来 看一看它的全貌 感觉这机身呢,有一定分量 做工呢,还算可以 这个小塑料袋子里边呢,装了一些赠品 包括呢,一些镊片和一个可以装四个 18650电池的这么一个小盒子 首先呢,按照说明书的要求 先把这个焊接的铜针先装上 随机器呢,一共附赠有四个 我呢,今天先装这两个 等这两个用的不好用的时候 还有两个备用的 安装呢,倒也算简单 关键就是要把这两个铜针的这个位置 对齐就可以 调节顶上的按钮呢 可以改变这个焊接触发的压力值的大小 把这些都安好之后 就可以打开开关 实际操作一下 焊接的电流大小 和脉冲次数 可以通过仪表盘 前面这些按钮来调节 实测焊接的效果还真是蛮不错的 焊点非常牢固 用手是拉不开的 我有一个旧的充电宝 最近不好用了 几乎充不进什么电 打开它的塑料盒之后呢 看到里面一共有六个 18650的电池 这六个电池呢是并联的 切断这些电池和那个电路板连接的导线之后呢 测量一下电压 电压呢似乎是正常的 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象 这样的电池呢已经老化了 在放电的时候呢 电压下降的很快 能储存的电量非常少 这些电池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 上面写着YND三个字母 我今天呢就把这些电池换掉 我今天要换上的这种电池呢 是三星的18650 型号是24E 刚好呢 借此机会 试用一下这个电池点焊机 我要换上的这几家电池呢 也其实也是用过的 但是我自己呢 对这个电池非常清楚 他们的性能呢都不差 我先是利用赠品里带着的 这个可以连接四个18450电池的 小盒子 先把四个电池焊接在一起 焊接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机器还真是蛮好用的 使用起来呢也比较顺手 网上呢有许多介绍 不用这种点焊机 就用普通的焊锡 连接18650电池的方法 那些方法呢我也都试过 其实呢也是可行的 但是有了这么一个点焊机呢 你使用起来呢 觉得是非常非常方便 非常非常容易 在焊好了四个电池之后呢 我量了一下电压 看上去很正常 这几个电池呢 在焊接之前 我已经测量过他们的一致性 无论是他们的内阻 和他们的现在的电压值 都非常的接近 把六个电池的并联 连接好了之后呢 我就打开我的电烙铁 把这些电池呢焊接到充电宝的电路板上 正极和负极当然不能接返 再次说明一下呢 所有和电有关的事情呢 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18650电池在电极接返的时候 会发热会燃烧会爆炸 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不是特别有把握的时候 千万不要自己试着做这些事情 焊接完成之后呢 我简单的试用一下这几个按钮 好像工作是正常的 然后呢 再把这塑料盒子盖上 这个充电宝呢就修好了 其实我们家里面呢 有很多这样的小电器 都是因为电池坏了 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通过更换电池呢 就可以使他们满血复活 这样呢 真是既经济又环保 然后呢 我把这充电宝插上一个 mini USB的线试一下 看来充电是正常的 然后呢 又把我的手机连在这充电宝上 看来这充电宝呢 也可以给我的手机正常充电 我购买这个点焊机 主要为的是我要下一步 想要做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的 DIY的这么一个项目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呢 请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我的视频一做好呢 你马上就能看到了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欢迎评论 点赞 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